在馬太十九章就錄到二十二節左右 講到有一個人跟耶穌 應該做什麼事 才能夠得到永生呢? 耶穌就說應該遵守戒命 少年人就說這些我都做了 耶穌說你做二年前的做二年前人 就變賣你所有的分執徒人 就必有台寶座 實際上天上 有很多人呢 這個少年人就憂愁地走了 然後耶穌就說才子進天的國真是難的 有些人就說 那是不是進天國呢? 要變一切才可以進天國呢? 就是由這個經文去解釋的時候 但是你留意那個字在這裡就說 你願意做完全人的時候 你變一切分給同人 就必有財富在天上 就不是說你願意變一切分給同人 你才有永生 就是這裡我們留意那個字眼 不是你變一切分給同人 你才可以得永生 不過我們信教耶穌是應該將一切放低 不再攤害世界 而我們想真是全身跟同神 我們就變一切分給同神 然後呢就去跟同神 那譬如這個財主說 我跟從你 不過我不變一切可以不可以呢? 其實耶穌沒有說到不行的 如果大家記得呢 在薛蘭圈 阿拉尼亞和薩菲拉 他們就賣了一間屋 那些人每個都把錢給了教會 但是他們兩個就騙了 然後彼得說 這間屋未賣是你的 你賣了那些錢是你的 你決定的 不過你說謊 你就必須責 那所以呢 不是代表我們信耶穌就要變一切 但是這個耶穌說 你全身跟同神的話 就可以用到 但是為什麼後面我們有說到 財主信天怪難呢? 那意思不是說 財主要變一切才可以入到天國 而是財主會給那些錢 錢來入 所以很難他才可以 因為他看上去 而從耶穌所說的話 聖經耶穌有說的 有限公三人是在耶穌所說的 神愛世人甚至信奉他徒生事 都說到人子會被高舉 好像摩西舉蛇 人子都會被舉了 然後叫一切信他就得到耶穌 所以他也說到救恩是不願意 信奉耶穌不能得到救恩 但是耶穌也有很多說話說到 放下一切跟同祂 有人要跟同祂就當社記 所以聖經是有說到跟從耶穌的人 是應該放下一切的 但是到底是否放下一切才得救呢? 那由這個經文是清潔到 也有其他經文是清潔到的 就是說是否要放下一切才可以得平生呢? 這個經文很清楚 所以你留意那些字就並不是這樣才得救 不過這樣是完全人的神所喜悅的 OK 好了我們繼續 馬太球九章28至30節 為主揭曉家人的田地 必得百倍和永生 那這個呢就是神喜悅 我們為祂而捨棄 我們有的一切 神一定紀念 神一定永遠的賞賜 神喜悅的 我們 但是同時我們都照顧家人 屁下家人要知不明 不理他們 而是願意 因為神的緣故而不受祂影響 譬如說家人要你 好讀神學 我決意不給家人影響 我決意去讀神學 那時候我讀神學都是這樣 我信耶穌受洗 那家人都是反對的 我決意不給他們 我決意去讀神學 但是我善待他們 正義都是教我們 所以這個結合家人 不是說不知有就不要理他了 然後馬太二十章 葡萄園的比喻 就講到有人去找故宮 就說一程人子做一天 那有些人早到 有些人就遲到 遲到最後那個都一樣得到一程人子 那先到的那些呢 就覺得很不服氣 那到了這個經文講什麼呢 那根據臨前三章八節講到呢 就是將來各人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賞賜 是有不同的賞賜的 在耶穌的比喻 在路加福恩也有講到 有一個比喻是這樣的 有三個牧人 各人得到一定人子 一個賺了十定人子回來 主人就跟他說你可以管十座城 然後第二個呢 就賺了五定 五定回來 他又可以管五個定 第三個呢 又將那些錢包去了 所以這裏呢 是有講到不同的賞賜 一個呢 就管五個定 一個管十座城 所以這裏呢 他意思呢 這個一程人子 應該就不是講到賞賜的 就是可能應該講到救恩 我們得到的救恩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 也都有另一個觀念 就是說我們不要覺得我們做很多 就貴得很多 不過神會賞賜 最主要是多賜賜的 就不要覺得 我做了很大的事 我一定得到很大的賞賜 因為我們只是忠心做我們做的事 就不要覺得是應分的 因為我們所作的應分度 賞賜是立我恩賜 然後呢 就是 馬太二十章 就原為首 就當 作眾人的僕人 西秘太兩個兒子 那個母親就圖 耶穌給他們兩個 一個坐在他右邊 一個坐在左邊 那這個都是人想有的榮標 那在 不同的教會 其實有時候都會有這種現象 那是什麼現象呢 我在非洲就見到很多這些情況 有些人就為了教會大 他們會不習手段 甚至呢 就是有些牧師告訴他們 甚至有些人就會用毛術 為人祈禱 他們有經歷 那就 多些人跟他們 就是有些這樣的欺騙 這個世界上是有些 不同的欺騙 事實上 我在非洲也都覺得 這些牧師是欺騙 是有的 但是 天國裡面有些人 為了他 就是他那個教會 的時光很大 其實為了他的榮譽 他就很追求 他也會和我們同的方法追求 或者 有些人不一樣 這也是一種方法 所以我們 留意就是 我們是為了我們的榮譽 或者為了神 所以這個經文給我們分析 如果我們 時時都以神的榮譽為念 神就喜悅 神就祝福 但是如果我們常常以自己的榮譽為念 神喜悅 而神是配得一切的榮譽 他是最榮美的 最榮耀 最慈愛 最有恩典的 我們應該感激他 這個就是神的屬性 而我們聽話就是將榮耀歸給神 所有做的都榮耀神 不要為了自己的活動 警告就是為自己的榮耀 可以失去救恩 如果最嚴重的那些 《馬太》20章19節那兩個合子就懂得叫耶穌做大衛的子孫 這也是聖經所答應的 因為在薩摩爾記下7章16節 神和大衛說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 永遠天立 你的國位也必天定 直到永遠 就是答應大衛他的家和他的國 永遠天立 國位直到永遠 不過事實上在肉體來說 地上來說 後來猶大國是被波斯吞併了 即是被他打贏了 所以事實上在地上的國是沒有了 但是以色人知道這個聖經講道的神 將來因他的大衛的子孫來創下會來 所以那兩個合子呢 他有這個信心 他是大衛的子孫 反而那些法律少人就不敢這樣征服他的 好了 進尤撒冷馬太有一章1到11節 耶穌去那裏呢 首先就叫徒同去解開一隻爐 那這個真是神安排 那個主人就知道耶穌要用 那我問他你拿的爐做什麼 主要用 好了 那就拿去 那他就進尤撒冷 進尤撒冷 落那條路 大家如果去過以色列 去過這裏呢 那個地形就是這樣的 這個 耶穌撒冷 首代表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海代表耶穌撒冷 在這裏 那條路下來呢 就是 一路下來就可以看到耶穌撒冷 看到聖經的 但現在這條路呢 是建了很高的牆 大家也沒有去過那裏 那建了很高的牆 是不是做什麼呢 因為很多驚徒呢 就經常走到那裏走那條路 好像耶穌那樣進來呢 他進入耶穌撒冷 他們很喜歡走那條路 這條路 那但是呢 那些猶太人就 經常見到他們經常在那裏 可能在那裏 炸美 唱師 跳舞 他們不喜歡 封了一部很高的牆 兩邊都很高的牆 那麽所以呢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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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封了的 那麽呢 正經是講到耶穌會回來 腳踏在橄欖山 進入耶穌撒冷 那麽呢 那麽呢 那麽我自己覺得就 有一天哪那條路呢 就是那麽呢 其實耶穌回來就會掉了 nak��터 真是榮耀地進入耶路撒冷 如果你去過耶路撒冷 你去過可以留意一下那個地方 而在這個地方就有哈西瑪蓮對著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就在這裏 那個聖殿在這裏 金門就在這裏 那條山路就在這裏 哈西瑪蓮就在這裏 耶穌就在這裏哈西瑪蓮 而這條路就是進去耶路撒冷 當時也有需要進去 那時沒有共場的 是一條大路的 那些人就歡迎他 我也是很感激神的 看望神有一天耶路撒冷 他怎樣腳踏橄欖山呢 我們不知道 本來也會回來 然後那扇門會開 他進入耶路撒冷 發生的事為什麼我們不清楚 不過是一個我們盼望的日子 那之前耶穌那時來 仍然有這個金門開了 不過現在封了 而封了裡面就是這個 伊斯蘭教他們的廟來的 所以現在根本就不是屬於這裏 還有我試過去那裏 走去近金門那裏 那些伊斯蘭教徒馬上叫我不要去那裏 回來回來回來 就是我們可以進去的 有些時候可以進去看的 我看就知道是看他的廟 我想走過去 在那個聖誡以前的聖誡的位置 都可以走過去 但是他們就不讓我來走的 走到不上去就不讓我來走的 那這個都是那個地形 給大家知道 耶穌來的時候 和那些人怎樣歡迎耶穌呢 是很特別的 因為耶穌是尊貴的 是萬皇之王 因爲他真是萬皇之王 萬主之主 我們願意他真是進入由善 亦都進入我們的心中 那有些小孩子 有一章十二到十七字那裏 小孩子就在那裏讚美神 那麽就 在二十一章十六字那裏就說到 經常說你和英雄和劇海的口中圓 會讚美的話 就是說那些小孩子單純的心 他們就會讚美神 是神所歡喜的 我們神是值得 祂的屬性就是神是值得 我們讚美神 祂是尊貴 祂是榮耀 祂是為我們成就救恩 而我們信靠神 也都是行神的路是最好的 是讚美神是最好的 華泰有一章十八到二十節 無包括說被咒作 那這個可以說是 預表不聽話的基徒 或者以色列人不聽話 結果呢就很多災難 其實以色列人的災難真的很淒涼 耶穌去針十節教的時候 那些人哭 祂說你不要為我哭 你為你們的子孫哭 為你們和你們的子孫哭 還有他們說針著耶穌那時候 他講句話的 他的血在我們的頭上 和我們的子孫的頭上 那這件事真的很淒涼 如果大家有看過那些 Holocaust 即是 菩薩 猶太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拉 那種菩薩 那種菩薩 真是很恐怖 是不是 因為我看過很多不一樣的影片 關於這方面 那麽就 因為他們那些災難 實在很大 是不是 對 也都是看到希特拉那種野心很厲害 如果不是 即是後來聯軍真的打贏了希特拉 希特拉如果真的打贏了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了 即是如果希特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打贏了 他就很野心 他一路又要在冬年那邊打 他就想打英國 他已經 因為歐洲本土已經打了 他就想去 蘇聯 又想去英國 英國他又打不贏了 去蘇聯那裡就更加不贏 因為那裡很冷 最初就沒問題的 平了很多 但是後來冬的時候 他們很多士兵中死呀 惡死呀 結果兩邊都 後來就輸了 但是如果他 即是他用的方法 不要那麽急進 他已經拿了整個歐洲 連這個法國都拿了 法國全部都拿了 整個 即是在地中海 北那些全部拿了 他如果只是霸佔這個地方 然後慢慢擴展 所以今天這個世界已經沒有 日本就在冬年 日本就打贏很多地方 其實美國都很難打贏日本 是非常之困難 因為原因就是他很死纏難打 但是神的恩典 以至是 就是學勢力結果被打破 所以我覺得 將來這個世界都是 即是聖經所說的 將來都是這樣 但是最重要就是 神的指紋聽話 當神的指紋聽話的時候 結果就真的受了很多的災難 好 我們又跳下去了 其實我們的時間關係 真的有很多 是不能夠看的 我看那麼多 馬太二十二章 四十一到四十六節 然後想問那個人 他說 基督 是不是大衛的子孫 基督是誰 他們是大衛的子孫 他說為什麼大衛稱他為主呢 二十二章四節 他說主對我主說 那裏是選用詩篇一百一十篇第一章 你做到我的右邊等我把你受益看在這裏 這個第一個主就是神 神對我的主說 在原文聖經 我的主就是阿童奈 舊約聖經 譬如說名字是Yahweh 以色列是不讀的 他們覺得這個名字很聖結 他們讀什麼名字呢 讀阿童奈 我的主 每一次讀到耶和華 他們不讀的 所以大家如果看英文聖經 你會發現是沒有耶和華的 是The Lord 全部都是主的 所以這裏主對我主說 就好像說到是神對我的主說話 而這個主是怎樣呢 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的手指放在你的腳下 那就是一個得性的主來的 所以這裏是說到是一個神來的 這個就是他們相信 以色列人都相信這個就是基督 那他們就問他了 那基督是這個子孫 大衛的子孫 好了 那為什麼大衛又稱他為主呢 因為他們就覺得 耶穌是約室生 就是他以為是約室生 約室的兒子 那你不會是基督的 那耶穌用這個問題問他 大衛的子孫 他又是他的子孫 為什麼他還稱他為主呢 就是講出耶穌的神聖 因為有些人就說 耶穌有沒有說他自己是神呢 其實很多地方有說 其中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這些都是講到的神 我是葡萄雪上 裡面的就是多血果子 我是羊的門 從我進入的就是得到永生 那這些都是 都是耶穌說到的神聖 那這裏呢 也都是另一句很重要的經文 就是主對我的主話 你坐在我右邊 讓我將你的仇敵 握在你的腳下 就講到呢 就是神會似能力 詩經一百 一十篇 接著第二節說 必使你和石瘟伸出來的障礙 你要在你仇敵中掌權 當你掌權的日子 你的民要以聖結的裝飾為基 你甘心犧牲自己 你的民多餘清神的甘露 這裏講到呢 它是會以聖結的裝飾為衣服 它是充滿聖結的 它犧牲自己 和它的子民會多餘清神的甘露 所以這裏講到這個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個神來的 就是講到神對基督這樣講的 所以這個經文是講到耶穌就是神的 它就是那些人呢 它是會聖結的 它是甘心犧牲自己的 它會有很多很多子民的 警告法利塞人晚 馬太亞三週一到十五節 耶穌很少講笑這麼嚴厲的 這裏就是很嚴厲的 去指責法利塞人 那有些人說 這裏就是很律法 因為那些法利塞人不敢相信耶穌 不敢陪他 所以他就用律法去指出他們的象 但是當法利塞人 尼哥底墓來找他 耶穌又不是這樣對他 所以耶穌不是 其實他頂個示範 他不是時事都用這麽強烈的 警戒的說話 因為懲罰的說話 因為他們不敢動改 所以用這些說話 OK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